喂,裝修啦Baby 明天你開會你要拿這個 嘩,是甚麼來的 我剛才貼了發布膠碎 嚇死我,我以為是臭屁蟲卵 臭屁蟲卵,好可怕嗎? 當然可怕 那今天裝修妹說你如何預防和處理它們 臭屁蟲每次都會生14顆蟲卵 所以臭屁蟲又續稱為14顆 來到5月份,又是臭屁蟲產卵的高峰期 臭屁蟲通常會在荔枝樹或者龍眼樹附近出現 又或者近大樹的低層單位 都會比較容易有臭屁蟲入屋產卵 所以家中的衣物或者窗簾 都有可能會發現臭屁蟲卵 臭屁蟲卵帶有毒性,不單是非常臭 而且還會對皮膚造成刺激,令皮膚紅腫 如果不小心接觸到眼睛,還會自慢 所以如果要處理臭屁蟲卵一定要特別小心 千萬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它 正確的做法是戴膠手套 用紙巾將蟲卵包住 然後放進廁所洗澡就可以了 包的時候記得不要太大力 以免壓爆蟲卵 最後將發現有蟲卵的衣物洗一次就可以了 臭屁蟲卵更危險,應該怎樣預防呢? 你也可以噴除蟲劑 或者在窗邊放香茅油或者薄荷油 都可以有助驅趕昆蟲 不過如果家中有寵物或者小朋友 就要小心避免它們接觸到除蟲劑 另外安裝窗網也是有效與防臭屁蟲入屋的一種方法 就算它們在窗網產卵都比較容易清潔 那今天裝修姆說你知道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這麼有趣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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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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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